女人惊恐地发现 自己面前的木偶竟突然开口和自己说话 而就在女人懵逼时 她头上已经悄悄出现了三个阴森的木偶宝宝 随着木偶一声令下 可怕的木偶宝宝们纷纷朝女人咬去 女人被吓坏了 用尽全身力气 这才将木偶宝宝们从身上摔下 木偶眼见孩子们失利 当即亲自对金姐发起了进攻 她想咬金姐 金姐脑了 一把将木偶扯出 然后对着墙 就是狠狠地一通乱砸 木偶的头直接就被砸飞出去 本想上前进攻的木偶宝宝们 看见了母亲的下场 这才爬回阴影中 自己危机解除 金姐当即就要去找和自己走优的同伴 然后好离开这里 却殊不知同伴博士此时也遇到了危险 在一个房间里 博士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男人 男人有着人的头 可身子却是木偶 就在博士想仔细观察时 男人身上突然冒出了许多根细线 紧接着 男人就像是被人操作般动了起来 他表情非常痛苦 请求博士救救他 博士朝控制男人的细线 镜头望去 却只见惊恐的一幕出现了 房间天花板已经变成了滚滚乌云 而乌云中则浮现出一个巨大的人影 对方如同蔑视魔王般 操控着蝼蚁般的人类 博士被眼前一幕吓坏了 当即跑出房间 而幸运的是 金姐此时也找到了这里 就在两人商量如何离开时 却不料 他们周围的环境瞬间发生了改变 下一秒 他们竟被送到了 刚刚博士看见的那道人影深情 博士这才认出 对方正是掌控游戏法则的玩偶师 正是他在电视屏幕中植入病毒 让观看后的全球人类不知不觉陷入癫狂 成为指挥打架的怪物 博士和金姐此行正是来阻止对方 但靠武力博士拿不下对方 因为在游戏法则内 任何法则包括博士的时间法则都能被他修改 而博士战胜玩偶师的唯一办法 就是向对方发起一局在游戏法则内的挑战 博士要和玩偶师来一场比点数的卡牌游戏 如果自己胜利 玩偶师就将病毒收回 而自己输了 就任由他处置 可倒霉的是 玩偶师切出了一张K 而博士却只切出一张8 博士输了 玩偶师迫不及待就要将博士封印到自己的金牙里 但博士突然想到 多年前玩偶师曾输给过自己一局 现在一比一打平 他们必须再比一场才能判定输赢 玩偶师很生气 但必须遵守游戏法则的他也无可耐忽 当即一甩袖子纷纷离开 而他走后 这里的空间也开始倒达 博士两人慌忙冲了出去 而刚刚的玩偶屋 则变成了一个手提箱 博士回到情报局 要大家严加警戒 玩偶师随时会降临 但情报局里众人却不在意 只要对方赶来 他们就用武力将对方镇压 但事实是 他们根本没有丝毫招架之力 玩偶师直接凭空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而伴随着欢快的音乐 玩偶师不仅开始在众人面前随意传说 还强制现场的高层配合自己表演 高层恼乱 下令士兵将对方抓住 可两个士兵刚靠近玩偶师 他们就变成了一堆气球 博士想阻止高层 但是来不及了 高层已经命令士兵们朝玩偶师开枪 但在游戏法则的影响下 射向玩偶师的子弹 全部变成了飘扬的玫瑰花 在玩偶师面前 所有事物都变成了他的玩具 随着玩偶师的表演结束 他直接消失在了众人面前 但玩偶师并没有离开 他只是发现了更好玩的玩具 人类最强武器激光炮已经被他掌控 认真对战一场 但玩偶师很不信 他就是想要将博士想保护的人类屠杀殆尽 说吧他开始朝众人开枪 而为了保护众人 博士挡住了激光 但他也即将死亡 这也意味着新一任博士即将出现 博士浑身开始散发出时间领主的能量 金姐和政府高层来到博士身边 博士的死让他们都非常悲痛 但出乎众人意料的是 博士似乎出现了意外 他的能量又返回了体内 博士察觉到自己身体出现了不对劲 他要金姐和高层拉着自己朝两边扯 没想到下一秒 一个新生的博士就这样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金姐和高层继续往两边拉 瞬间 新生的博士就从博士身体里完全分离了出来 而他也是独立的个体 两人正式对玩偶师提出游戏挑战 虽然是二打一 但由于两人都是博士 所以并没有违背游戏法则 玩偶师只能答应和两人对决 他们决定用投掷小球来决出胜负 谁没接住谁就输 刚开始玩偶师还能和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但时间一久 他就再也难以坚持 最终一个疏忽 玩偶师输掉了比赛 博士当即说出了自己的惩罚 那就是将玩偶师永久居住 世界终于恢复正常 可博士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现在有两个博士 但时光机却只有一个 想到自己的时光机将要被小黑拿走 博士就非常伤感 金姐安慰博士 可以到董车地上买个摩托车带 只要在董车地首页点击摩托车 就能看到摩托车所有的参数配置 而这时小黑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拿出了玩偶师留下的榔头 上面还有游戏法则残留 只见小黑对着时光机轻轻一敲 时光机直接又复制了一个出来 博士再也没有了任何芥蒂 而新博士小黑的冒险则正式开启 谢谢大家